妇女儿童罪易遭受暴力活动的冲击和伤害 在武装冲突中应当收到优先保护 我们呼吁乌克兰局势的当事方 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 切实保护妇女儿童人身安全 尊重并保障学校、医院等设施的民用属性和安全 在疏散、救援、医疗救助等方面 对妇女儿童给予特殊照顾 中方对克拉玛托尔斯克火车站的袭击 造成包括妇女儿童在内数十名平民伤亡 感到痛惜 事件的相关情况和具体淫因必须查清 任何指控都应以事实为依据